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可仗活磁力往生西方 单单是世间的因果观念有了 甚至也了解自己是六道轮回 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了 可是如果在修持法门里面 没有选到适合我们的法门的话 我们仍然不能解脱生死 所以在真谛了生托死这方面 在末法时代 因为我们都是业障 深重的众生 罪业苦恼的凡夫 要靠自立 断祸正真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修净土法门 念阿弥陀佛名号 藏佛慈离往生西方 那么这两句可以讲的是 知因果是我们为人 做事 学佛弟子的一个基础 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 决定不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都不相信地狱有极乐 你让他求生极乐 哪里有地狱啊 别吓唬我 人死了死了 一死百了 他在这个世间呢 就会呢损人利己 伤天害理 因为没有因果报应嘛 我不拿白不拿 不战白不战 我不坑白不坑 不骗白不骗 坑蒙拐骗 杀盗淫妄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佛教的因果观念 深入人心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太平 国家就会安定 社会就会和谐 因为大家都懂得因果报应啊 就不敢胡作非为 举动啊 都有规矩 都有分寸 所以我们佛教 利益世间 利益人民 利益社会啊 都在于这个因果的学说 同时呢 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因果的话 也会选择净土法 因为了解说 我们过去是 深深逝世啊 造下无量无边的恶业 那么未来的果报 是非常的苦恼深重 以我这样的苦恼 拒负凡夫 还有什么法门 可以救度我们呢 如是因如是果嘛 那只有炼火 以佛应来救度我们 这是 英光大师 劝导我们 在这个时代啊 很恳气 很慈悲的 这两 这一句 这一段法语 可以讲 包含量非常大 世间做人 这个因果的法则 可以讲 是我们的一个安定剂 是我们的一个清凉药 很多人啊 往往遇到一点小事情 好像他也在念佛 在修行 遇到一点点小事情啊 都抵挡不住 就是缺乏因果的观念 哎呀 某某人啊 你为什么对我 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 忘恩负义啊 所以在那里啊 颠三倒四 在那里啊 苦苦恼恼的 甚至要自杀 甚至啊 要疯了 不懂因果关系 如果你懂得因果报应 你就知道啊 他骗你失败 其实是因为 你前世骗了他失败 他感情上对不起你 是因为你过去 伤害过他 你惭愧忏悔 都来不及 哪里会抱怨 怨恨人家呢 所以如果懂得 因果观念呢 我们内心会平衡 我们会 内心啊 很比较祥和 只怪自己啊 过去业力重 不过去业力重 在这边 不过去业力重 在这边 不过去业力重 不过去业力重